游中种植基地大力丸技术交流会 大力丸草甲深受霹雳高屋榴莲笼护喜爱 河南中屋受低温雨雪影响 小玩游大力生十神历神工前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福婷 我是苏美 欢迎收看绿风农业为您播出的第203期美洲回顾 首先我们来看看一则本地新闻 马来西亚大力丸团队到访霹雳州十兆元的油中种植基地 大力丸技术人员详细地向农户讲解大力丸的艺术与应用方式 农户都竖起耳朵在聆听 此外农户和技术人员也互相交流种植油中的心得 相信大家都获益匪浅了 马来西亚大力丸超假配方深受榴莲农户的喜爱 近期大力丸团队回访了位于霹雳州高屋的留言员 农户表示使用大力丸超假配方做花猪果率提高了 而且果形大小均匀 农户非常满意大力丸的超假配方直呼你 因为稳定这种方式是新推荐的 其实很技术有出息的方式是同样的方式 互相当时如果您的身机会有为 您的款方式去做 你们的方式会做一种方式会做的方式会做 更好就会做一种方式会做这种方式会做出的方式会做 即使如果他让我们临近期订的方式会做一下 只有你身体有实用的方式会做到出身体的方式会做出身体的方式会做出身体烈上 所以如果说 因为您的方式会做出身体烈 зр心体烈地 对于你身体的方式会做出身体烈的方式会做出身体烈 我们来看一则国际报导 上周中国央视新闻报导了连瑞来低温雨雪对当地农作物造成严重影响 位于河南落合的大棚作物被低温雨雪影响 相关部门也积极应对减少损失 相关部门的技术人员夏田指导农户 清理大棚寄雪 提高棚内温度 适量施肥 科学管理让作物可以健康生长 此外河南也是小麦的主要产区 技术人员夏田指导农户预防小麦动害发生 小玩偶大力使时省力省工钱 今天的每周回顾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见